前天中午11點多 在南投埔裡發生一起翻車車禍 當時路口有一臺轎車正要起步 但是後方的直線休旅車 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的狀況 導致兩車因此碰撞 而休旅車四輪朝天倒在路上 連帶波及了另外兩臺車輛 一共造成四臺車損 現場一片混亂 機車阿伯停在路邊看傻眼 因為對向車道 一臺灰色休旅車整臺翻覆 四輪朝天倒在路上 後照鏡都被壓碎 之所以虧這麼慘 原來是因為灰色休旅車 開到路口執行時 和前面一臺剛起步 準備切近車道的轎車 發生碰撞 休旅車閃避不及 整臺騰空飛起 衝到對向車道 撞到路旁一臺黑色休旅車後 直接大翻車 好在休旅車駕駛 人只有輕微擦傷 沒有大礙 強大的撞擊力道 白色轎車 更是直接往前撞上路旁 另一臺轎車 現場一共四臺車車損 都撞得迷迷茂茂 車殼零件四散 一片混亂 車禍就發生在五號上午十一點半左右 南投埔里的南安路與民生路口 路口休旅車和轎車碰撞之後翻車 波及路邊兩臺車 一共四臺車車損 這維修費用非常可觀 肇事原因與責任 還有待警方釐清 記者魏少宇 南投報導